大家好,欢迎来到AI探索频道 最近你是不是也被这种AI吉卜利丰图片洗版? 没错,吉卜利丰已经席卷全球 但你知道吗?其实还有超多风格也各有特色 可问题来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那些风格叫什么名字 所以今天这支影片我会一步一步教你 怎么找出不同画风名称 还有怎么让你喜欢的画风动起来,变成动画 这一集我们会使用到的工具有TreatGPT还有可灵AI 相关链接我都放在影片下方说明栏 一开始请大家先登入TreatGPT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吧 进入TreatGPT之后 您可以选择用文字生成图片或是自行上传图片 这里我选择自行上传一张图 图片的长宽比11比1 现在我要请TreatGPT帮我将图片扩展成为手机的尺寸 这里我输入请将这张图设为9比16 扩展至上半身,添加背景 图片扩展功能是TreatGPT新功能之一 目前在许多图片编辑软体中还是付费的选项 您可以看到图片扩展部分 线条、纹理及背景的细节丰富 几乎看不出哪里是圆图,哪里是延伸的部分 现在我们成功将图片扩展成我们希望的尺寸 下一步我们想要改变图片的风格 但现在的问题是,除了目前最流行的吉普利风格 您对风格名称并不熟悉,该怎么办呢? 这里我开启一个新对话 输入提供我20种不同的图片风格 如吉普利风格、达利风、范古风用表格展示 这时TreatGPT就将他知道的图片风格一个个列出来 如果这20个你都不满意你就再执行一次 每次得到的结果都会不太一样 有了图片的风格名称后 我们就回到刚才的图片对话 接着输入你喜欢的图片风格 这里我输入的是,请将这张图改为范古风 很快的,比出厚重,色彩奔放的范古风格被模拟出来 接着您只要使用相同的提示词,替换不同的风格名称 就可以得到风格各异,效果截然不同的图片 这里请您一定要自己动手试试看 您会发现,其实比想象中简单,而且超有成就感 那接下来,我们要更进一步了 不只是让金台图片动起来 还要让它自然地转换到下一个画风 要做到这件事,我们需要设定一张手帧图片和一张尾帧图片 也就是动画的起点和终点 在这里我们会使用的工具是可灵AI 它能根据你提供的手尾图片 加上提示词,自动补出中间的动画过程 让画面不止动起来,还能自然地变风格 变构图,非常适合做风格转场或画面过渡效果 同样的可灵AI的连接放在影片下方说明栏 请您先点选进来 进入可灵AI后,请您点选Creative Studio 接着点选Video Generation生成影片 这里先确认我们使用的是Image to Video用图片来生成影片 接着点选下面这个区块 上传第一个图片或是直接将图片推移到这里 若您是第一次使用可灵AI,可能会跳出这个登录画面 您可以自行选择登录方式 这边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可灵AI有提供中文界面 可是在我录制影片当下只能使用手机登录 不提供台湾地区及海外地区的电话登录 所以提醒大家,除非你有中国大陆的号码 不然就直接使用国际版就好 我现在录影片的当下 可灵AI有提供本月份的试用礼包 提供的166点的免费点数 并可以免费使用进阶功能 所以有幸看到这个影片的朋友赶快用起来吧 接着,您可以看到我们刚才上传的图片 已经出现在Start这里 也就是您起点的图片 再来请您点选End 然后上传终点的图片 再您上传终点图片 也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伪真图片时 请您看一下左下角这里 这里原来显示的是Standard 也就是标准模式 在您上传伪真图片后 会自动切换为Professional 也就是可灵AI的高品质模式 接着,我们要为这个风格转换影片添加提示词 但提示词怎么写呢? 我们同样回到ChatGPT 请它帮我们生成提示词 这次我接续上次生成图片的对话 输入,我要做动画串联上面图片 请给我动作建议提示词 您可以看到我实际输入的时候提示词 我输入Prompt 这是我打太快了 脑袋中想的就出去了 中英夹杂ChatGPT也可以理解 因为我提示词最后是使用英文单字 所以得到的提示词是英文的 这个部分你可以试试看 每次得到的结果都不一样 也不一定是中文或英文的提示 这样我们很快就得到各种风格变换时动作过度的提示词 接着我们就可以直接复制提示词 或是稍加变动就拥有各式各样不同变化的过度动作 接下来我们回到Clean AI 将复制下来的提示词贴在提示词栏位中 然后点选Generate开始生成影片 好 现在Clean AI已经帮我们把首尾两张图片 自动生成了动画中间的过度画面 你可以看到画面不止动起来了 风格之间的转换也非常自然 整体效果就像是一段动画短片 非常有趣 我这边已经制作了几个不同风格的转场范例 接下来只要用同样的方法自己试试看 确认预览没问题 就可以下载你喜欢的影片咯 现在播放的是我把各种风格转场效果 串成的一段完整动画 同样的方法 只要换个风格名称 就能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感觉 如果你也做出有趣的风格组合 欢迎留言跟我分享 喜欢这类AI教学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之前。 请の отвы 启小铃铛 本身 theres 有趣th 差别的 老鹹 有趣 就是 上试